第一個我想還是要針對中國畫設的這個東海的這個防空識別區 這個問題來繼續了解一下 剛才部長是有說過去或是到未來 其實我們好像是不會經過這個他們畫設的這個ADIZ 那所以我想要確定一件事 因為部長其實才上任沒有太久 過去這一段期間包括韓國日本等等幾個臨近的國家 他是經過這個ADIZ但是他不跟中國通報是這樣嗎 別的國家我不知道 那像我們到南沙等地的運輔 我們是不跟任何人通報 我知道但是在東海這一塊呢 因為他已經畫下去了 那根據日本韓國美國的這個 他們公開的這個說明 他們其實是不管中國這樣子擅自的這個畫設 他們也經過但是不跟他報告 那我們過去這一段期間是 避免觸怒他所以小心的不經過 還是說我們經過也不跟他報告 我們並沒有考慮到他會觸怒他 而是說我們經過的話我們也不會報告 我想這一點會有兩點不太有一點不一樣 剛才部長是有說我們都還沒有經過 過去並沒有經過的這個案例 所以我認為過去的政府可能是為了不想觸怒他 所以即便這個可能跟我們的這個領空是有重疊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盡量不去經過 但是這應該不會是未來政府的這個立場 不會假如我們需要的話我們就會經過 而且也不會去報告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長這邊稍微再確定一下 因為如果過去是有經過也有跟他報告 這是一種情形 而且這可能會對我們的安全上面是有疑慮的 我們憑什麼這些起降啦我們的軍總等等 有的沒有的這些全部都要跟他 我們這個飛機的這個全部都要跟他報告 有沒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照您說的都沒有 那我希望未來是我們即便經過我們自己的這個領空 即便在我們自己的這個空域裡面 也不用跟他報告 應該是要這樣子 是 好 那我希望這個我們的這個態勢越來越清楚 因為我們跟日本韓國乃至於美國這些我們的盟邦 盟軍的這個一致性應該要很清楚 要不然會讓國際社會有一個誤解 那再來我想針對這個也是幾個委員都有提到這個亞太安全峰會 跟這個環太平洋的這個軍演 針對這個峰會的一些資訊 會議內容 談話 相關的這個亞太局勢 有沒有開始做一些研判跟這個走向 我們雖然不能參加啦 是 我們每個禮拜啊 禮拜五都有做這些整個的煙桃 而且我們國防部主持 然後我們三軍都會來參加 這些也是列為我們的重點之一 那我想您應該有看到這個 美國的國防部長卡特他提到的這個 亞太原則性安全網絡的建議 而且被解讀可能是未來亞洲版的北約組織嘛 應該有注意到這個 有 那關於美方釋出的這個訊息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應該要爭取參與呢 我們從這個RAMPAC就是我們希望參與 那麼其他的地區當然我們適當的時間我們應該明確的表態 是 所以你認為在適當的時機應該要表態對不對 是的 因為在目前的報告看起來 他都是不斷的在強調短期的這個工作目標 是的 那強調我們現在的這個工作的步驟 那我會希望國防部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說 我們四年之內我們要爭取到參與盟邦參與友軍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軍事工作的哪一些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些長期跟近期的 那目前的報告主要看起來都是近期 延續性的或是說近期的工作步驟 是的 那四年內我們的這個策略是什麼 在這個報告裡面並沒有看到 所以這一塊我希望 比較希望這個國防部這邊可以再 研擬一份關於東海跟南海 我們四年內的策略 怎麼樣加強跟我們的這些盟軍之間的合作 應該要有一個報告 謝謝您的指導 對 而不是這個只是短期的 那在這個美國眾議院其實他也有通過 這個國防授權法案裡面也有釋出善意說 想要邀請台灣擔任這個環太平洋軍演的這個觀察員 那觀察員跟正式的這個參加國有什麼不同 他是我們講什麼事情都是要逐漸進的 你假如一次就參加了 或者我們也派了機艦去了 我想這個對於整個亞太地區的這個影響還是有 那麼他也是試探性的 讓我們從觀察員到最後來參加 然後再派兵力去 我想他這個是做得非常的圓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今天算是有一個宣誓 就是說其實我們長期來講 是希望成為環太平洋軍演的正式的參加國 可以是這樣說嘛對不對 我們準備持續的要求跟申請 而且我們樂觀啦 這個事情會成功 好 這一點其實就是我本席今天很希望可以確定的一件事 是的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接受到資訊 要邀請我們當觀察員 然後我們感覺這個欣然接受等等等等 我們長期來講是不是要追求這個目標 要很清楚的宣誓 當然是 即便在國際上面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要不斷的讓國際知道 我們是要往那個方向挺進 是的 我們會努力 那在這個南海的局勢的部分 我想在這邊必須要再確認一件事情 在南海的安全與航行自由 大概都是目前的基本的立場 看到的報告上面都是在談這個 我們的航行自由南海的安全 但是在不違反台灣利益以及上述剛剛我們講的前提 你認為我們現在在南海 有沒有跟哪一個這個鄰國的關係是比較接近的 我想就周邊國家來講 我們大概跟越南比較有接觸 菲律賓我們當然經過漁業的談判等等的 我們也幾乎變成一個夥伴的關係 是 是 是 我想這一點是本席在這邊其實是比較樂於看到的一個方向 因為過去慢慢的會讓人覺得我們是不是跟中國站在一起 那我們在捍衛我們自己的主權的時候 我們的盟軍到底是誰 誰願意幫我們講話 這一點其實要很清楚的有一個這個策略 所以如果說我們跟越南跟這個菲律賓 乃至於其他的鄰國能夠再加強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我相信對於我們自己領土的這個安全 包括這個太平島的安全 其實我認為是比較這個有保障的啦 是的 好 那謝謝部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一下那個外交部副...這個副部長 外交部次長 委員好 次長你好 關於這個南海這個國際仲裁案可能最近會宣佈判決 那我想了解的是外交部對於這個判決可能產生的影響 有怎麼樣的評估嗎 有 我們有寧定一些相關的那個scenario 是 所以如果他判定這個判決對我們有利跟不利 大概我們會採取怎麼樣子的回應 是 那這個... 這我們現在是評估是內參啦 是 所以還不適合公開來說就對了 是 是 好 我想在這邊我要特別了解跟強調的是 過去的政府 在強調太平島的這個主權的時候 一直...這個...使用的這個很多的論述 他常常追溯到中國歷史啊 自古以來怎麼樣 清朝的郵寄 墓碑等等 都拿來做證據 那我想這個並不是很嚴謹的論證 而且這個可能會讓我們在國際的這個公信力受到質疑 如果我們都是拿墓碑 拿郵寄這些 來摻雜在實際的控制的話 那而且最重要我們有看到這個CNN在... CNN在這個太平島現場的時候 幾個國際媒體的...的訪問 就問說那這樣子是不是代表說台灣是跟中國站在一起發生 是不是你來這邊是在幫中國講話 所以我在這邊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外交部在我們接著要繼續主張對於太平島的這個主權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承襲這個跟中國一模一樣的論述 還是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有公信力新的論述 我想我們主要要強調的重點就是我們太平島是符合 聯合國海洋公約第121條有關島嶼的定義 我想剛剛委員講的很正確 就是我們要引用國際法 對 所以我們原則上未來的論述不會再去講到說 清朝以來誰在那邊的郵寄 然後哪邊看到有漢字的這個墓碑等等這一類 然後跟中國的這個說法完全結合的這種論述 我們應該會是以實際的控制國際法的這個論述 應該會是這樣吧 我們就是強調國際法的論述 我是要確認喔 要不然到時候我們寫出去又跟中國講的一模一樣的時候 看起來我們就是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我們是不是不會再去用那些 有的沒有的這些清朝的這些郵寄 我想 我想重點還是再強調這個 我們符合聯合國這個海洋 海洋法公約第121條有關島嶼的定義 我知道 我在這邊最後 我要再說明一下 台灣過去對於任何領土的主張 不管十一段線 或是歷史上自古以來怎麼樣 或是再加上對於蒙古的這些主張 都是一種很虛幻的 這個在我們國際之間最後 國際根本不會管我們怎麼主張的啦 國際之間不會想要聽我們怎麼講話 因為我們講的太可笑了 十一段線的這種主張 有誰看得下去 遊記 墓碑 要派人去蒙古那邊駐守 各式各樣的這個說法都不是 實際 台灣為什麼對這些地方 擁有實際的控制的主張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我知道這個次長講得比較模糊 但是本席的立場我相信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希望能夠那種虛幻性的 夢幻性的 已經跟歷史 偏離歷史事實 偏離我們的這個台灣人民 這個主張的事實的時候啊 我希望那一些 空想齁就不要寫了 盡量就是能夠在 在這個國際上齁 可以站起的說法啦 簡單說就是這樣啦 你出去講的時候不要放笑 不要放說 你現在就是中國小孩這樣 你出去就是說台灣怎麼這樣 主張嘛 出去講的時候 大家也會跟你打破 打破 聽到這樣啦 不要說那種天方夜譚 是 這個部分 如果未來外交部是承襲過去的這個說法 那本席一定會非常強烈的抗議 謝謝 是 謝謝委員知道